这一节全球现场一块来关系的是 就在大陆的围台军演刚刚落幕的敏感时机 美国的空军也试射了长城飞弹 好 大家早安 全球现场时间 我们先带你来看到就在大陆围台军演 刚刚落幕这样的敏感时刻呢 美国空军他们就测试 具有核能力的飞武装义勇兵三型的长城飞弹 这一枚飞武装的义勇兵三型洲际弹道飞弹 是从加州的范德堡太空的空军基地来发射 飞行大约是6759公里之后 就抵达了马绍尔群岛附近的试验场 由于美国众院议长裴洛西访台之后 引发北京不满围台大规模军演 现在为了要避免紧张情势升高 其实美军也将这一项例行性的测试 是往后延期来举行 而美军也特地发了一个声明强调说 这一类的试验已经进行过300多次 不是针对任何一个特定国家 但其实要来看到的是 接下来难道我们的台海局势 会再度紧张起来吗 因为现在传出说 日本国会最大的团体 日华议员肯谈会的会长谷奎斯 计划在8月22号到24号之间 要访问台湾 届时更有可能会觐见蔡英文总统 日本媒体共同社现在就报道说 裴洛西访台之后 正值台海紧张局势升高之际 现在又有日本的大咖级的议员要访台 很有可能会刺激北京当局 谷奎斯他同时也是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级的众议员 他上一次来到台湾是2020年9月的时候 当时是出席前总统李登辉的告别式 而对于他是否即将要访台呢 外交部现在就表示说 日华议员肯谈会其实是在疫情之前 每一年他们都是会定期组团访台的 外交部的立场是欢迎日本各界组团来台访问 而至于访团的成员 还有一切的比较详细的行程 外交部现在是比较低调的 只说日后会再找一个适当的时机来向国人来说明 而持续要来看到的是解放军 现在除了是对台军演 除了午后之外当然是他们的文工也是动作频频 解放军就在他们的官方微博上头 释出了最新的影片 这个影片的长度大约是将近两分半钟里头 就是集结这一次围台军演的一些精彩的画面 包括像是试射飞弹还有出动军舰军机围台 甚至说攻击台海周遭范围都做成精美动画 解放军事出的就将近两分半的影片内容 还特地把他们宣称 由俯瞰澎湖列岛的画面剪辑进去 而现在正值美国国会议员离台 日本国会最大团体日华议员肯谈会的会长 谷乌奎斯也传出要接着访台 解放军释出的这段影片是隔空大朽肌肉 持续来关注的是美国总拜登在美东时间16号的时候 他签署通过了规模4300亿美元降低通膨的法案 这一项法案重点是在聚焦气候健保 还有税制三大议题上头 可以被视为说是11月期中选举之前 拜登的一项立法胜利 这项法案将会投入3700亿美元在气候变迁上头 是堪称美国史上对抗气候变迁的最大规模的投资 目标要在2030年之前 让美国的碳排放量比2005年还要降低4成 同时也要抑制现在不断上涨的处方要价 并且确保企业和富人他们确实可以缴税 那拜登在刚上任之前 他就推出了这项法案 不过长时间他就陷入了个胶着 直到7月份的时候才出现比较明显的进展 当然了现在为了11月的美国期中选举 拜登政府是致力要降低通膨 可以让民意往民主党这边来靠拢 日前他们更是签署了晶片法案 说是要增强美国自己的半导体产业的竞争力 当然美国众院议长裴洛西 还有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亚太小组的主席马基 在接连访台之后都有会见了台积电的代表 就是要讨论建立一个美台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 要改善半导体供应链和在美投资 美国参议员马基放台 总统府公布总统蔡英文与参访团互动画面 但没想到第二天马基推文透露 来台期间他还会见了台积电代表 但府方直指未提 要不是当事人透露 没有人知道这是马基快散行程目的之一 CNN点出这是相当关键的时间点 CNN说明美国想要增强半导体产业竞争力 台湾护国神山台积电扮演重要角色 因为台积电每年生产90%全球最先进晶片 跟佩洛西访台目的如出一策 就是希望强力推动刚刚通过的晶片与科学法案 因为拜登上任后不断重申 晶片是基础建设的一部分 除了确保美国本身供应链无余 更进一步拉拢台日韩筹组晶片四联盟 希望阻断大陆获取晶片 但已经遭到南韩拒绝抗中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 接受CNN专访时就指出 没有人能胁迫台积电 但同时也强调 如果真以乌克兰为例 战争没有赢家 华尔街日报在马基参议员访台后 报导分析 一旦大陆对台封锁将冲击全球供应链 以及晶片产业 如何避免美中角力 不仅是确保台积电坐镇保岛 台湾也不至于沦为前线 记者综合报导 台湾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GTI714 享有折扣哦